国风国中国乐团年度音乐会 7月1号晚间将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登场 而今年以古运金风为主题 将经典的乐曲改编为 爵士还有摇滚非常精彩有趣 直至起开放免费锁票 也欢迎大家踊跃前往 给花莲的孩子们最热烈的掌声还有支持 国风国中国乐团在校长刘文艳大力推动 指导老师徐洪志用心陪伴 还有指挥老师孙晨祥和国乐师资团专业的教学 以及家长群尽心尽力照顾之下 国风国乐团不仅在音乐赛事中沉积亮眼 更连续12年推出了国风主题的音乐会 声获各界好评 今年的音乐会主题 古运金风内容精彩丰富 曲风多样 就如同音乐会的标题一样 古运指的是在我们的曲子里面 它都是带有故事性的 无论是历史故事 还是神话故事 还是预言故事 那在这些古老的旋律里面 孩子们演奏着至少有500年以上 有的1000年1500年的乐器 但是是由现代的孩子所去呈现的 所以我们把它定名为古运金风 我们在里面一共有以四条思路为背景的曲子 包含有我们草原思路的骏马奔驰 以及有沙漠思路的这个沙漠玫瑰 还有以我们茶马古道思路的茶马 还有郑和下西洋海上思路的这首海上第一人 很正合 另外我们还特别要演绎 葛马兰当地的神话故事 他还在讲葛马兰公主 以及龟山王子的爱情故事 这首葛马兰幻想曲 那里头我们还要特别为了这场音乐会 去量身定做几鼓民精的打琴乐合奏曲 以及将古老的凤阳花鼓民歌 改编成爵士乐凤阳花鼓狂想曲 还有在此迈个关子 就是我们在安口曲的时候 会是一首大家都有听过的台语流行歌 但这首流行歌变成摇滚了之后 会非常的震撼 它就是由乐器之王唢纳担任诅咒的 那这边就是卖个关子 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来一探就近 古运金风音乐会在7月1号晚间7点半 会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登场 民众可以前往各大票站来锁票 即日起就开放锁票了 座位有限大家动作要快 介绍会欢迎市报道